大陸興起閃婚市場 閃婚閃離一週搞定 中國修法培養小學生從小仇恨外國 不可思議大陸00後開始立為租 大家好歡迎來到社會當面看我是榮恩 近日貴陽一家分界公司舉行了一場熱鬧的 求婚儀式,因來不少人圍觀 一名男子跪在女子面前,手捧鮮花求婚 女方則因然接受 這一幕發生在他們相識的第五天 南方來自江西高安,女方則來自貴州普定 在貴陽一家分界公司的安排下 兩人相遇,經過短暫的相處後簽下了閃婚協議 決定共度餘生 據該分界公司的管理人員 黃月介紹,類似的閃婚儀式 每天都在這裏上演 黃月表示,去年該公司成交了 雙千對閃婚夫婦 甚至需要凌晨加班才能處理完所有合同 由於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性別比例失行 近年來許多大令單身男性 湧向西南地區的閃婚市場 這些男性大多來自農村 學歷不高,收入一般 性格內向,不善言談 而分界公司則成為他們尋找緣分的橋樑 這種閃婚市場主要吸引了來自福建、安徽、江蘇等地的男性 他們大多學歷不高,收入一般 不善長寓而性交往 而女性多為三十歲左右 來自貴州農村 家境較為貧困 有些已經離異並育幼子女 有些則是初中畢業後外出打工 在這一市場中生育能力成為了男性尋找婚姻對象的首要條件 而雙親成功後 男方通常支付20萬至40萬元的分界費和彩禮費 隨後便可進行婚檢、令政等手續 整個過程短側三天、長側十幾天 不過這種先婚後外的閃婚方式 也引起了一些爭議 一些人批評這種婚姻是赤裸裸的愛情買賣 但在西南地區這一市場卻持續壯大 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單身男女以及相關從業者 其中很多人從陌生到相識 從結婚再到決定離婚都不過短短一周 就像一位學者指出的這樣 現代婚姻最起碼的基礎是互相了解 閃婚則直賓結婚的主題而去 根基都不勞、何來穩固的婚姻? 洗腦教育當然要從小開始啦 為應對國際和國內環境的變化 大陸計劃修改《國防教育法》 將外國主義和國防意識的教育擴展到小學階段 分析人士認為此舉只在鞏固政權 但可能使年輕一代對外界產生敵意和偏見 4月23日《國防教育法》修訂草案 首次提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中共官媒報導稱 修訂內容主要在於建立一個覆蓋 從小學至高校的國防教育體系 只在補充完善教育目標、內容和方法 為什麼現在要修訂法案呢? 分析人士普遍認為主要是國內經濟下滑 和地縣政治緊張 中共感到有必要加強國防教育 來穩固其統治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高級研究員 何天穆對美國之音表示 這是為了加強習近平的權威 在經濟不佳和腐敗問題頻發的背景下 法律的修改反映了民眾對中共支持度的下降 台北國防安全研究院的審明室指出 過去中國的國防教育主要在大學進行 延闊展至中小學是為了灌輸外黨外國思想 鞏固習近平的權威 國防教育本質上是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 學生將學習外黨外國的思想 並被教授共產黨的積極形象及習近平的領導能力 美國占武斯敦基金會的林和納提到 習近平自2012年以來一直在提高公眾的愛國主義和國防意識 近年美中競爭加劇和區域衝突頻發 與俄烏戰爭和南中國海緊張局勢 使得提高全民國防意識和能力變得迫切 國防教育亦被視為增強國家凌聚力和民族身份的手段 林和納還指出推動國防教育的一個重要目的 是為戰時做準備 雖不直接讓學生上戰場 但主要是為了戰時維持社會秩序 國防教育法修訂後規定 從小學起就納入國防教育課程 這可能助長民族主義情緒 增加對外衝突的可能性 同時此舉可能促進解放軍的招募 因為通過教育可以提高年輕人對軍事職業的看法 強調軍人職業的榮譽和對國家安全的貢獻 出生00後的年輕人 現在最大亦不過24歲 卻流行起納維中這種事 根據大陸中華維族副發布的2023年度 《中華維族副白皮書》 過去十一年來,納維族人群平均年齡從77.43歲 下降到67.82歲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在中華維族副定納維族最年輕的維族人 只有十七週歲 最不可思議的是,除了90後以外 00後也開始納起了維族 白皮書指出,從2017年至2023年 80後人數增加了21.5倍 90後人數增加了11.2倍 2020年至2023年 定立為足的00後人數 亦不斷上升至今共有167人 相較於2020年時 增長率達到24.62% 現在年齡最大的00後也不過24歲 在這個年紀就開始納維族 實屬令人驚訝 對於大陸社會納維族年輕化現象背後的原因 中華維族副資深諮詢顧問樓千認為 一方面是取著社會的發展 更多人開始關注自己的財產安全 另一方面,現在年輕人面對的社會複雜程度 與壓力相比老一輩更大,更具挑戰性 同時工作環境亦比過去多樣複雜 4月29日 有關年輕人需要納維族嗎?成為大陸熱手話題 有網友說可能需要 因為這代年輕人脆弱,反覆感染 什麼時候死了也不知道 也有網友表示 維族這件事,也可以改的 今日納維,明天如果是改變了想法 就可以再改 比如我現在是不想留給我爸和我弟弟一分前 但是未來如果有緣,他們表現好 關係也好了 就可以再把前面的肺座重新來 所以自從納維族以後,我踏實多了 不過也有人不認同這樣的觀點? 45歲的謝姓男子認為 納維族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 除非身體有重大疾病 或者家庭發生重大變故 中華維族副諮詢顧問彭麗玲也認同這種觀點 他指出,定納維族從諮詢到最後上傳到 司法電子證據雲平台 一系列過程並不簡單 還需要做精神鑑定、維族保管、繼承調解等工作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給個like和多點留言支持下 下期節目再見 會記得訂閱 我們訂閱 我們在支持 周圍 我們合作的 我們的節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